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4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经过了昨天大幅度的震荡行情过去之后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一反昨天的一个常态 反而是进入到了一个狭幅度的横盘震荡整理区间 那通常呢 横盘震荡整理区间的一个行情代表指数的一个波动不大 对于投资朋友的操作来讲 如果你不是去做追高杀低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一个行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落差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在于说 你如果不知道今天行情合理的价格 或者是高低点的一个价格的时候 你还是很容易犯了这种所谓追高杀低的这种错误 所以我们也告诉各位 最近的一个行情一定要贴着盘面来做 那你贴着盘面来做 先决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要知道今天行情合理的一个价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早上八点三十二分 当时我提供给台股最权限 Terragram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对于今天指数的一个预估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有加入谢老师Terragram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一定在早上都有看到我们对于这个指数的一个预估值 结果你看行情的部分即便看起来好像那个波动 早上波动很大 但最终的一个结果 收盘价跟我们早上八点半的一个预估 它也仅仅不过差距五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更进一步来讲 我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在开完盘之后 我会提供给我会员朋友 我们对于当天指数高低点的预测 所以如果你是谢老师的会员的话 你大概在9点半 9点33分左右 你会收到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一张表格 那当时呢 我们对于指数的一个预估 低点是10303 高点是来到10351 你看 我想以这样子的一个差距 大概50点不到 这个也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今天的一个行情就是一个区间横盘震荡整理盘 那区间横盘震荡整理盘 要怎么去做操作 很简单嘛 要嘛 我就是在指数有回测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不会跌太多嘛 所以你可以在指数有回测的时候 选择去做进场切入 或者说你到接近尾盘的时候 你可以在尾盘的时候 去建立你手上的一个持股部位 所以这是我们在早上9点40分 告诉大家的一个讯息 我们当时提到 今天对于行情的预期 高低点的区间都不会太大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是要大涨大跌的空间都没有了 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你可以做区间性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来做操作 但至于这个部分 我想我稍后的节目 我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我之所以一直跟大家强调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一定要贴着盘面做 我想在我们昨天 夏老师去这个录访谈性节目的时候 那一天的一个行情就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怎么讲我们先来谈一下昨天4月23号的一个行情 你看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就是不能够去做追股票的一个动作 一旦追股票你就很容易追在当天指数的高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昨天的9点14分 我提供给我会员朋友的讯息 我那时候也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预估的高点是10447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 时间在9点26分 指数相对应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最高点的一个位置附近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进场去做追股票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大家一看你就知道说 哇这个离高点 事实上已经没有差多远了 或者是甚至已经突破当天指数预估高点的时候 我相信你就不会进场去做乱追股票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看这一来一回的一个差距其实非常大 我们在昨天事实上 我们没有进场去做追股票 当然在今天你就多了 可以在低档买股票的一个本钱 但是你如果在昨天 你在相对高档去做追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看今天如果出现 应该大多数昨天的股票都是开高走低 那今天有出现反弹还好 万一没有出现反弹的话 你反而套得更深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3105的一个文贸 你看这一档个股 事实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你如果要做这种大型股 你一定要去观察法人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投信从4月9号之后 它大多数的时间 它都是站在调节持股的方向 虽然说持股的调节其实并不多 只有2565张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续性的调节 而且是一个警讯 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行情股价谈到际限之后 投信开始站在调节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说以这一段时间来看 我想我带一下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法人成本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价格其实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基本上不太适合你再去做追价 因为来到261块到271块钱之间 你可以看到投信很明显的 它开始站在调节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反映了261到271这个价格区间带 它是投信认为短线上面的一个满足点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你不会在昨天 因为行情的关系你不会去做追股票 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以等幅测距的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你可以发现 现阶段这个股价是一个小型的M头架构 所以当它跌破之后 等幅测距往下 我抓的只是比较短的这一边 它的合理价格应该都要来到239块半 那如果抓的是比较高的左边的这个高点 它事实上价格还会再进一步下探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 第一个你知道破了颈线之后 它的股价有可能回测到240以下 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当然短线上面 应该会是要站在一个调节的一个方向 那以目前的一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因为现阶段看起来 月均线还是时间上扬对不对 但是你随着下个礼拜 因为只有四个交易日 然后从5月份的行情会扣到这个平台高点 所以你如果在5月份之前 在劳动节之前 然后在下礼拜放假之前 你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月均线之上 那代表什么 代表在劳动节之后 它的月线会开始呈现下弯 那个时候对于股价的一个压力 它就会进一步去做加重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提醒大家 你可能要特别留意的风险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档 这个昨天大幅度走高 我相信有很多人去做追价 是直接跳空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个股来看 你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因为过去这两天 它都是呈现了放量的一个架构 不论是昨天股价往上攻高 或者是今天往下去做下杀 它的量能其实都有出现显著的增温 所以后续这个部分如果持续做震荡 而且有出量的话 我认为短线上面的方向很快就会出现 但至于说这个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有一个价格是你要特别留意的 是这个仅限位置 44块8 在这个低点的一个位置 如果说在短时间之内 它没有办法回到44块8以上 那这个行情其实往下发展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换句话说 月均线它不会是它的一个帮手链 因为这一波谈起来它都没有成交量 所以当你有成交量往下灌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会去灌破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风险 但问如何呢 你看昨天最高点来到46块2 今天的一个最低点来到42.05 你看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你为什么不能够去做追高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刚好买在昨天高点 然后出在今天的低点 这一来一回 一天的时间你要撩10% 那你有多少个10% 你可以去做一个停损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其实你好好做 可能没有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大家都会希望说有一个大波段 最好两根停板三根停板 但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难度比较高 如果你要做那样的股票 你就要相对应 你可能会被反向杀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的风险 所以我还是一直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其实你稳扎稳打 还是会有一定的利润存在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是我在礼拜三的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跟大家公开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在礼拜二大跌的时候 我们进场买两档个股 一档是4927的太低 那我们在昨天成本价以上 我们先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不要说单纯看着夏小时的一个节目 自己去买股票 因为现阶段的行情比较 真的那个波动比较快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出调 如果你昨天才进场 或者是你买了 你没有出场的话 你会发现 今天股价其实已经回到了54块钱的位置 但是强势的个股 我们当然会做续报的动作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2337的旺宏 所以旺宏的部分 是不是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 我们是在礼拜二大跌的时候进场买股票 而不是在指数大涨的时候进场追股票 我再强调一次 追股票谁都会 你也不需要找夏小时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追多了 你夜路走多了 总是会遇到鬼 而且我相信其实过去大家的操作逻辑 也都是用追的嘛 但是追了这么多年 你真的有在股市当中赚到钱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们稳扎稳打 所以当时我们在32.25这个时候去进场买进旺宏 当然最主要着眼的就是Switch的热销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股价收盘价是来到34.15 也就是两天的时间里面 它也拉开了将近两块钱的一个价差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赚得很安心 你也不用担心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会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波动 我觉得这个对于现阶段的投资朋友而言 我觉得这个才是让大家操作起来 比较放心的一个方法 好那当然我们之前在4月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之前会做旺宏的原因是因为 4月2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日本任天堂要重新开放Switch的一个预购 所以当然你不能够等到那一天日期出来之后 你才去进场追价 因为比如说即便下个礼拜一股价都不动 你这个时候买跟我们当时买进的价格 大概也差了快两块钱的空间 所以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告诉大家 虽然说行情的部分可能你要非常贴着盘面 但你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你还是可以做到超前部署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我们当时针对下个礼拜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带我的会员朋友进场去做卡位 那同时我刚刚其实也讲了 今天既然是一个区间正常整理盘 大家会讲说礼拜五不要买股票 礼拜六礼拜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对于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最好的一种最好的一个避免的方式 但对于我们来讲 当然不论是礼拜五也好 礼拜一到礼拜五其实都一样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大家去做切入 所以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族群 你一样可以去做超前部署 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一档个股 叫做2448的金店 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那这档个股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軋空 而且所有的筹码都是有利于多方的股票 你看它从3月4号之后 外资投信一共增加了大概5.5万张的持股 成本在30块钱到32块钱的价格区间当中 一样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不要说我们自己讲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从3月4号之后 事实上外资跟投信 它都是同步站在买超的一个方向 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反而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融卷 它其实很积极去做进场 换句话说 法人都偏向了一个多方操作 然后融卷的部分又去进场做放空 所以这两个股它其实在走的是一个向上嘎空的一个行情 好但问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买超的一个重点 包括买超第一名的台湾摩根士丹利 买超价格是30.38 包括摩根大通是31.41 那新加坡瑞银比较特殊 有28.57 但整体来讲 大多数都还是落在30块到32块钱之间 那原本30到32块钱之间 离我们那一天讲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35块多 还没有差距这么大对不对 但经过一天整理之后 今天股价是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新高点 所以如果说你现阶段你持有这一档各国投资朋友 你要观察的重点是 应该要观察它的一个量能不能够持续做补量 因为毕竟它创下了波段新高 但这一家公司到目前为止 应该这样子说 我认为它今年能够赚到钱 那个EPS为证数的机会 其实也不是来得这么大 所以后续的一个行情 它完全走的是所谓的嘎空 然后往上去做这种筹码面的一个拉抬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个量能它要持续往上做滚量 但不能够是一个爆量的黑K 要不然股价其实就会有回车的风险 但问如何 我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的 不是说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追进所谓晶电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晶电当时股价往上走高 你看股价从23块9涨到今天涨停满 今天大涨了38块2 它其实股价也涨了大概六成左右的水准 所以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去追股价已经涨六成的晶电 而是当初外资开始买 投信开始买 股价还在相对低档发动的一档个股 所以在今天的大概接近快一点钟的时候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去买了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它也是LED的相关概念股 你看我们发讯息的时间是12点49分 那这一档个股我先不公开 但是后续这个行情股价再进一步往上拉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大家这一档个股是什么样的个股 但是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不是说要让大家去做帮夏老师抬轿或者是怎么样 我只是希望说能够找到认同夏老师的人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如果说你想要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行列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LINE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NEID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那当然如果你不方便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有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这个时候在你看的影片下方 你可以点选加入我们的一个Telegram 你每天早上都会收到我们对于行情的一个预期 那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两种方式 那以上就是今天4月24号的台股最前线